斜杠青年 两期青年 主要指的是从事一些新就业形态 年轻人从事多种工作 他可能网约测试机 同时又可能在互联网上搞咨询 搞那些咨询或者做一些教育 这样的不同的新的就业形态 但我想你问的问题主要是 关于青年人的就业形势 和全国政协怎么来看这些问题 全国政协对就业工作 对就业问题是十分关注的 围绕稳定和促进就业 开展了大量工作 政协委员提交了大量提案 每年像今年两会开会 肯定有很多委员又会围绕着 新形式下的就业 提出新的意见和建议 你说到了今年的就业问题 委员们认为 今年就业总量压力 确实是比较大的 光高校毕业生预计有 1150多万人 在就业 在就业的人数比较多 同时劳动者的技能素养 与岗位需求 存在落差 结构性的矛盾也比较突出 稳就业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 但同时 今年稳定就业也面临有利条件 随着防疫政策优化调整 和稳经济各项举措的进一步落实 我国经济将持续恢复 将为稳就业提供 坚实支撑 企业营业各方面都会正常起来 各地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 落地实施 也将为稳就业提供有利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